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决了音乐播放器的屏幕大响适配的问题 已经按照上一节课的方式搞定了 基本上就都差不多没问题了 我现在想把我这个APP上线 怎么说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 然后发上去让大家多给我提提意见 我想给她发布上去 你想发布上去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发布的问题 现在程序已经写差不多了 我想发布到什么平台 大家都可以下 这种开放的平台实际上有好多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百度手机助手 还有万多加 还有安卓市场 还有甚至360 360 等等 很多这种我们叫做应用市场 应用市场 平台发布的平台 对平台 你可以把你的应用程序放上去 然后大家可以下载 对吧 甚至说未来你还可以做一些收费的一些应用 对吧 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这一节呢 这个内容就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APP如何进行上线 然后上线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哪些工作 对吧 这是相当于是我们程序写好以后打包最后一步了 最后一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大纲 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要APP签名 因为我们在解释什么是APP签名 为什么要签名 对吧 第二个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把我们的程序应用上传到百度这个平台 然后当然我们举这个例子的就是用到了百度平台 当然你还可以用其他的平台 对吧 当然你一个对一个明白了 其他这个都大东小一啊 都是OK的啊 都没有问题 好 好我们来先看一下APP签名 首先APP签名这个呢 我们先得把这个概念先理解一下 那么小时候怎么来理解这个签名是什么意思 就就把这APP签上我的名 然后他就是就是我的 就等于说盖上一个我的那种专属的印章 专属的印章的吧 你说这个签名的意义在哪个地方 你觉得签名的意义是什么 道版 房子道版 对吧 比如说你在这个上 或者说上超市买东西 你经常刷卡对吧 你刷印章卡之后也会涉及到这个签名问题 对吧 签字啊 像签名这个概念呢 你就是我们生活中这个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防止你这个别人跟你重复 别人跟你相同 那就是你签上你的名字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笔记 对吧 那表示了你这个东西就是唯一的 签上名以后才有可能是唯一的 对吧 也没有这个签名呢就是表示你这个这个 比如说你应用程序 或者说你这张单子呢不是唯一的 有可能会重复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们给APP签名呢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对吧 让我们的APP呢 因为我的应用商店啊应用商场有好多APP是吧 你有可能会重名吧 比如说我这你啊小若说的 他做一个什么音乐播放器 比如说叫小若音乐播放器 对吧 那别人也可能取一个小若音乐播放器啊 对不对 也甚至说这个连这个包名他都跟你写成一模一样 对不对 可能都是一样的 那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这个重复 不知道是谁的这样的问题 那加上签名呢就是为了怎么样 区分是吧 就是为了区分这个是你的 那个是他的 是吧 因为每个人的签名呢可能是会不一样 对 他就会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增加一些额外的信息 一些信息来判断这个东西是你的 就等于说就把这个东西加上一个身份证号 对就像加一个身份证号一样 但是我们加的是不止一个身份证号 是加了很多信息 包括有密码 你公司的信息啊 甚至你的你的这个网址啊 或者说其他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信息 然后呢来确保这个东西就是你的 是吧 到时候未来你升级的时候呢 他也用这个东西来进行判断 判断你是要 你是要升级是要替换这个程序 对吧 否则的话呢 如果大家名字相同 那么说我升级的时候 把你的应用给更新了 那就可能就不好了 对不对 嗯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叫做APP要进行签名 所以我们上线的这个第一步 就是要进行APP的签名 对吧 那如何进行签名呢 签名我们又要提供哪些信息 我这里呢给出大家一个这个注释 是吧 一个注释 那这个注释里面呢 就是标记我们需要填写的内容啊 比如说这个要填写一个叫密钥的一个别名 是吧 Lize 这别名 然后呢 你还要输入一个你的这个用名的密码 当然就是这个对话框里面这个所有信息 我在这边把它翻译一下 对吧 翻译一下确认密码 这是你唯一的一个签名的密码 签名的密码 就是你那个签名 实际上你把它看作是什么 签名是一个文件 是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加密的 你只有这个密码才能打开 是这个意思 嗯 还有就是密钥的有效期 有效期 这个有效期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默认是至少是25年 就是说你这个应用程序 可以在这个商店上存活25年 25年以后呢 就失效了 就这个意思 基本上25年 也差不多了吧 也够了 公司换代很快 是不是 你说最老的 我们这部QQS才不过是多年 有20年了吗 有吗 10多年快二年了 10多年快二年了 对吧 从这个2000年出的时候 还是有对吧 对 我看他这个年的这个他还能选 对还能选 就最少是25年 你可以再往上 对还有上往下 你看他的下拉列表 下拉列表你可以选 对吧 你可以选上这个 这个1000年或者10000年 对吧 那就太多了 嗯 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 什么fest 你的last name 就是你的这个名字了 好吧 名称 然后呢这个就是组织单位 组织单位就是你是 比如说你是公司发布的 发布这个程序 你就可能写上你公司的这个名称 对吧 还有你的这个组织单位啊 就不是 单位是属于这个性质的意思 性质 比如说你是政府机关啊 还是属于这个什么什么组织啊 还有开源组织啊 就是组织单位 然后下面这个组织才是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公司的名称 对吧 公司的名称 还有呢这个你的这个城市啊 city location 城市是哪里 比如说是北京 对吧 还有就是你就相对应的这个省份了 当然北京就没有省了 因为北京自家市嘛 他就属于北京了啊 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是国家的编码 国家编码呢 这是为了区分这个不同的这个国家的 我们的应用程序 当然了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国内是吧 国内我们说这个编码呢 就是用86 就是像我们打电话的那个前缀 那个86 那个前缀 就代表的是国内的这个应用程序的意思 哎就把这个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来生成一个这样的签名的文件啊 他的这个后缀叫JKS 啊JKS 你可以取一个名字 这就是你的签名文件 那下次你要发布 重新发布这个应用程序 或者说重新更新这个应用程序的时候 也要用同样的签名 OK 用同样这个签名呢 你他才会去搜索去确认说 你这个应用程序跟你在应用商店上面是同一个 明白吗 同一个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看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如何进行操作呢 对吧 那当然了 我们要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 安卓Studio 安卓Studio里面 那么在安卓Studio里面 你可以找一个你自己写好的一个小的一个程序 来做一个测试 啊 或者说你写的一个项目也可以 对吧 那么安卓Studio里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方便的 非常便利的这样一个 嗯 签名的一个功能啊 签名的功能啊 如果你使用Eclipse的话呢 他应该也有提供这个功能 对吧 也有提供功能 那当然也还比较方便啊 也还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但是安卓Studio呢 会更方便一些 嗯 更方便我们看一下如何进行这个签名 好 比如说我这里呢 我给一个大家一个测试的应用 这个程序里面呢 是我这边写的一个叫音乐播放器 也是音乐播放器啊 这样一个项目 嗯 在这个应用播放器里 不要我要把这个应用播放器 现在要打包 对吧 目前呢我们测试阶段呢 感觉他哎 还可以不错 没问题 他现在要开始签名了 对吧 那节目之前呢 我们选哪个呢 你就在这个 呃 Build里面 对吧 Build这个拆单项里面呢 有一个拆单项叫做什么 generator 什么 sign sign 是吧 apk sign 签名的意思吧 就是自动生成的意思是吧 嗯 生成签名的apk 就是你要把这个apk 进行这个签名 并且要打包成apk 对 那我们之前有同学说 那你之前不是说我们这个应用程序自动保存的时候 他就已经生成一个apk吗 对啊 对不对 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apk是在哪个位置 好吧 假如说我在这边我的这个应用程序啊 我的应用程序里边 嗯 嗯 而是是这个应用程序吧 嗯 这个应用程序里边 嗯 我应该取名字取成什么名字啊 应该是winsmb3play2里面是吧 是这个文件对吧 这个文件里面你看啊 我们在这个build下面 呃应该是在哪里啊 app下面应该是 build有没有output 哦我这个还没有运运行是吧 嗯 你运行一遍啊 你把它运行一遍 他在这边会自动生成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 你输出的这个apk啊 对 是吧 输出一个apk啊 这样的一个文件啊 输出出来 就在这儿 当你输出出来以后呢 他会呃 叫做debug版本 对吧 比如说我随便啊 随便启动一个 嗯 随便启动一个模拟器啊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那这个呢 它是自动生成就是我们在调试阶段的时候 打巴了打的这个apk这个报 对不对 嗯 在实际应用当中呢 我们就要去生成一个发布版本的apk 啊 发布版本就是实际上就加上签名了 加上签名了好 我们来点一下啊 生成这个签名 OK 你看现在呢 第一步他弹出这个对话框 表示我们要生成这个apk的应用程序是哪个 是不是这个app啊 当前这个app吧 嗯 这个app已经叫域呢 因为我这边这个切换这个 在这个呃 project里面这个 这个包名就叫 这个文件家名字叫app是吧 那你就选择这个app 默认这个就行了 然后下一步 OK 到这一步以后你看 他就是要 要让我们去创建一个什么呀 密钥是吧 就是那个签名的那个密钥是吧 叫key store path 如果你已经有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choice 叫什么 exting 就是已经存在的这样一个密钥 如果没有你就需要怎么样 这个create new 就是创建一个新的 假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没有 我要创建一个新的对吧 嗯 好 创建新的呢 那这个这个门 这个对话框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对话框 对吧 嗯 好你再选一个地方来保存 选一个地方来保存 假如说我选择在这个vins下面啊 vins下面我给他取一个名字 那名字的call最名叫jks 对吧 比如我这样 哎我的名字 mzw 是吧 嗯 ok 好这是我的保存的这样一个 呃这个密钥的文件名 然后呢这个密码你自己来去输入对吧 自己输一个啊 输一个随便输一个密码了 当然我就不告诉你了 你自己输就知道了啊 两遍呢你输成怎么样 输成一样的对吧 嗯 输成一样的 ok 那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叫 lens就是一个别名是吧 哎就是这个呃签名的一个别名啊 你可以随便用你一个英文名字 或者说你的一个习惯用的一个名称都可以 嗯然后下面这个密码呢 密码就要跟这个密码要相同啊 你就写成相同的就可以了 确认 ok 你看下面就是这个validator 就是这个呃年年限是吗 对不对 哎这是我们的年限 他默认的最少就是25年是吧 25年那我们就写上默认25年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first and last name对不对 嗯 好然后我写上我的名字 first name last name 啊 呃是这么写吧 我叫马建威是吧 嗯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组织 嗯嗯 我们说的这个组织单位 组织单位 比如说你是个人开发 那我就可以写上这个个人啊 或者你是什么组织单位的 因为我是一个公益组织的 或者说是一个政府级别的 嗯 等等啊 你就可以写上你的这个组织单位 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民营的是吧 这种那都可以啊 呃 然后呢是你的这个组织单位的名称啊 一般就是你这个呃公司的名称啊 或者呢我这里用一个我呃 你自己的一个网址都可以 对吧 比如说我叫啊 这个马 啊 这个mzw.cn啊 比如说你写上你公司的这个网址 这都可以啊 ok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这个城市是吗 城市的话 假如说我打算这个北京 好 然后就是省份是吧 省份呢那当然没有啊 没有这边也是北京啊 最后是86是吧 86这都写完了 哎这个文件就写完了 再给大家再仔细看一下啊 仔细看一下这个文档的一个写 这就是生成这个文件就是一个签名文件的意思啊 签名文件 你看这些信息就可以描述我这个应用程序是属于唯一的 不会跟其他的程序进行冲突 是吧 因为有这么多的信息来确认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信息 ok 好 然后生成这个JKS文件以后我们点ok ok 你看这边密码别名是不是都自动给填进去了 填完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选择下一步 next 选择next 这边这个next就让你就是让你输一个什么呀 输一个你必须输的这个密码的 这是一个master password 意思required to 这是一个解锁的一个密码是吧 嗯 一个解锁的密码 这个密码是 是一个什么密码呢 这是你第一次生成的时候给你这个应用程序定义的一个密码 你可以自己重新设计一个 如果你忘了 你就你就resite一下 对吧 所以这个密码不是你这里填的这个密码啊 不是你这条你可以resite重新 重新这个 重新这个生 如果你忘了 重新写一个密码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呢 是 让你看见了是吧 看见就看见也没也无所谓了是吧 我就叫wins 对吧 ok 好 那就 进行解解锁了 解锁完了以后你看 我们要生成的这个文件就是叫做 你可以选一个叫release 就是我们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发布版本 对吧 发布的版本应该还可以选debug版本吧 ok 完成 finish 好 现在看就开始进行生成这个 呃 签名的这个apk文件了 生成签名的apk文件 生成完了以后 它应该会在哪呢 呃 一会儿它可能会弹出一个我们的这个 弹框啊 会弹出一个窗口 嗯 我们可以在这个app这个位置 app这个位置啊 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它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正在生成是吧 嗯 嗯 正在生成这个文件啊 嗯 生成好了就可以 嗯 还没生成完了 应该这里 这进入条还在走是吧 嗯 这个可能 比较慢是吧 比较慢 因为我开东西比较多啊 开东西比较多啊 应该正常你自己用的话 还应该生成速度还是 还是比较快的 嗯 嗯 嗯 那么生成完这个apk文档以这个文件以后呢 那就表示你的apk文件已经签过名了啊 签过名了以后呢 你可以怎么样做这个进行一个查询呢 我们来继续看啊 有几个命令可以用来确认你这个apk是否已经签名了 或者你签名的信息是什么 可以用来进行这个确认 假如说你有一天你忘了对吧 嗯 好你看啊 你可以呢 查看一个apk是否已签名 是否已签名 那就加上有一个命令叫做什么 这个架 sing 是吧 嗯 这个就是表示 查看你是否这个签名的意思 然后这边有个参数啊 你要一定要加上这个参数 查看是否签名 如果是的话 他会打印这个叫 说这个架包已经被验证过了 是吧 已经签过名了 这个意思 然后下面这句话呢 是查看签名的详细信息 最正面我们用到一个命令叫什么 叫就前面这个命令叫 注意他打包成apk 也可以叫做一个压售包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打包一个压售包 只不后最名叫apk而已 对吧 加了这个叫sing 是吧 sing呢 呃 表示我们的这个签名 我看签名好了没有啊 哎 好了ok了 你看这个已经abk 已经自动生成了 好我们就可以 呃 关掉 关掉以后在哪呢 嗯 我们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刚才的这个地方 你看在app下面是不是 生成了一个叫avp 叫 release apk 这个文件就是我们就刚才已经签名过的这个文件了 对吧 我们把它比如说把它复制过来 放到我的这个 嗯 刚才我的签名文件在这儿是吧 好 比如说我放在这儿啊 这个名称呢 当然你可以 你可以改是吧 你可以改啊 比如说我这个这个音乐不忘记叫做 啊 我写的就叫叫微歌音乐 对吧 小座的叫小座音乐 不忘记是吧 小座叫微歌音乐 ok 好 呃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个命令来查看他是否已经是签名是吧 那这个命令在哪呢 注意这个命令是在我们的JDK的那个安装目录里面 你看啊 你打开我们的这个文件夹找到你的这个JDK的安装目录的这个比如说这是我的安装JDK的安装目录的并目录下 并目录下是不是有一个叫做JAR 然后Singer是吧 就这个命令 明白了吧 这个命令你只要配置到环境力量 你是不是在这个呃 控制台上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命令了 嗯 对吧 对就可以使用这个命令了 哎呦 我把这个 可以关掉啊 好 我们来查看一下啊 查看一下这个命令 叫做 JR 然后怎么呢 干 那个参数是什么 就验证的意思是吧 确认的意思 叫 Vertify 然后是我的刚才那个命令 哎我要打刚才那个命令的话呢 我看我是在这 哎正好我把它放在这个 呃 WINS这个目录下是不是就可以啊 嗯 然后呢 加点 新 然后 然后 Vertify Vertify 然后呢 是我们的微歌音乐是吧 嗯 微歌音乐走 嗯 你看 他就给你输出的是什么 呃 以验证 也就是说我已经签名过了 这个APK已经签名过了 嗯 明白了吧 嗯 他会输出这个这样一个信息 好 那如果你要写人更 呃 列出你签名的这个信息 哎 你就再加上一个叫做 呃 你看我这边我这边再加上一个杠 哦 然后呢再来一个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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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看 嗯 我的签名的详细信息 它输出的比较多是吧 好很多 好多显像都是呃 一样的你看 这些信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对呗 你看我刚才输入了我的这个名称 嗯 然后这个是我的这个组织是个人 对 然后我的单位是什么 北京北京是吧 然后是86 有效期呢是呃 15年6月23号到这个 多少 25年嘛 那你就往后算呗 这叫 嗯 40年是吧 2040年吧 嗯 对 对 2040年正好是这个是这个 这个时间 这是你签名的这个详细信息啊 你都可以进行这个查看 进行查看 就这两个命令可以使用 好吧 还有一个命令 你avk签名完事以后啊 签名完事以后 你还要做一步什么工作呢 还要做一步这个优化的工作 这个avk还要进行优化一下 为什么你优化一下呢 你看啊 通过一个命令叫做什么 zip align zip align 这个命令 就是压缩对齐 align 就是对齐的意思是吗 工具进行优化这个apk 优化这个apk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这个命令是在我们的这个 呃 你安装的sdk的那个目标下啊 nstk的目标下 对它进行优化 我们看一下啊 你看 在安卓里面 当资源文件通过内存映射 对齐到四个字节的边界时 访问资源文件的代码才是有效的 就是访问资源文件的速度会提高 嗯 就是你给它优化以后 它读取这个apk文件的时候的速度会提高 嗯 那怎么提高呢 就是对齐到四个字节 那你就把它理解为 就每次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三去去读 它的边界是这个以四个字节为为基准嘛 好吧 就大概了解一下 你要知道就是对这个apk优化以后 它能提高这个apk读取的速度效率就可以了 好吧 具体它是怎么对齐的呀 为什么对齐四个 那些你可能都不需要去关心对吧 嗯 你要稍微了解一下的话 就是它是按四个字节四个字节的这个方式进行对齐的 OK 好 我们所以呢还需要进行一步就是 abk的这个对齐的优化什么 对齐的优化 那么这个工具在哪呢 所以工具又要开始找这个工具了 对吧 这个工具呢我们刚才说了 是由我们 刚才是由这个呃 JDK里面提供的一个工具 嗯 就是用来查看是否签名的 对吧 现在呢我们要找到这个SDK下面 的一个buildtools下面 buildtools 这个工具下面 当然我这里工具比较多啊 是吧 我就各种版本我都下载了 对不对 从17一直到21 你随便找一个 对不对 随便找一个 里边就有一个最后一个你看 有一个zifline这个命令 是吧 那你需要把这个目录 21.1.2这个目录 也添加到我们的这个pass 环境变量里面去 嗯 这样的话你就是 可以相当于在任何目录下 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命令啊 嗯 是吧 就这个意思 好那我呢 我这里呢加在哪里去了呢 你看ls-a 所以我就把它加到了我的这个啊 我们知道苹果的目录下这个环境变量是加在这个用户的叫base profile下面是吧 vim 然后点儿这个叫base profile是吧 你看我已经把它把这个21.1.2这个目录是不是加到这个pass里去了 嗯 你在如果你使用windows的话 同样你就啊 也很简单了 直接复制到那个我们那个pass环境变量里面去 嗯 粘贴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嗯 ok 我把它退退出啊 退出完了以后呢 那现在我就可以在任意目录下都可以去使用这个命令呗 嗯 是这个意思吧 嗯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命令的一个操作方法 嗯 zappline-v4 4就表示刚才说的这个对齐四个字节的意思啊 四个字节 然后呢这是你的原文件的apk 然后最后是生成文件的apk 嗯 明白了吧 嗯 就这样去去使用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zapp叫什么 zappline ok 然后-v 然后呢是4 是吗 嗯 ok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刚才看到的这个v歌音乐 嗯 然后我还需要有一个重新取一个名字啊 对 重新取一个名字啊 假如说我叫做这个文件的名称叫vinsmp3 然后 呃 play吧 -apk 重新取一个名字 ok 你看这一串你看他就 就开始对齐了 里面的一个一个文件 你看包括资源文件 挨个的进行这个对齐是吧 okokok 他就挨个进去对齐 这一步操作完事儿以后 你会在你的这个目标下重新生成一个 最大小 他这里还是没有变化的 只不过他重新进行排列了一下 目的是为了便于他读取这个apk文件的时候 他的速度会更快 嗯 ok 好这个就是我们已经优化过的 叫vinsmp3play这个命令 是吧 然后呢你还可以通过 我们刚才说的 你也可以查看-c 加上-c这个参数 然后-v 就可以查看这个是否已经被优化过 是吧 嗯 查看这个命令是否已经被优化过 好 那我们就查看一下 假如说这个也很简单 就去掉 然后-c就可以了吧 对不对 你看这个已经被优化过了 叫successful 这个优化成功是吧 就表示你这个已经优化过了 他把它再输出一遍 这是优化完成 好到这一步为止 这一步为止 那你的apk算是已经怎么样 这个搞定了 对吧 算是搞定了 完事了 那我刚才那个威哥音乐 我就把它干掉了 打算掉 那我把这个名字重新再取名叫 叫威哥音乐 少了一个点了 是吧 少了一点都没有后续名了 好 重新取名叫威哥音乐 这个apk 我就已经这个 现在签名打包 并且优化完成 完成 那这一步工作我们就做完了 明白了吧 签名这一步工作 我们就整理就做完了 那么下一步 我们就要把这个apk 通过这个平台 把它传上去 是吧 怎么传 那下一节我们继续 嗯